各位鼎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冯慧敏传道 今天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六章 经文提及高扬和揭示第一印至第六印的异象 而第七印是由第七章的插序和前一个印分开 继续引出第八章一至五节七支号筒吹响所带来的审判 高扬是为我们的罪写命的主耶稣基督 只有他配得权并揭开七印 头四个印是合成一组的 因为有明显的象征 就是马和骑士 他们担当神愤怒力量的化身 第一印骑白马的征服者 代表战争的胜利 第二印的红马骑士 代表破坏的纷争 就是人与人互相杀害 各与各彼此攻击 第三印的黑马骑士 代表饥荒的情景 但却呈现一幅极富与赤贫的景象 第四印的灰马骑士 灰跟贴切的颜色 其实是生物死亡时所呈现的灰绿色 经文提及死和阴护 经常是如形影相随的 带来刀剑飢荒瘟疫野兽 杀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真是可怕的景象 因此 头四个印的异象 所指向的 只是灾难的起头 在马骑福音 二十四章七节的描述 连串毁灭的灾难 其实是在神手的里 并且提醒我们 毁灭的征兆已经临近了 因为整个世界 似乎已经 显露混乱恐怖的现象 所以没有人或民族 能够逃避自己犯罪 所带来的后果 更不能逃避神的愤怒 接下来的第五印 关乎那些在末世时 因信基督而深度的人 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一节 神听到他们的哭哭 只是等他的时间到了 就会解救他们 并将白衣赐给他们 当第六印 来临时 将发生一场可怕的地震 产生强烈震动 和严重毁灭 呈现异常的天文现象 启示录六章十二至十四节的描述 那些生存下来的人 是这样惊慌失措 而是坦然无惧地面对 因耶税 因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将这些事 承诚实无异 在这个弯曲拨茂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疑虑 愿我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在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日子 好夸我们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求 阿们